欢迎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话说 我想问一下新买的玫瑰一盆之后大了 是什么原因 坐标是广东湛江 首先我没有看图片之前就要了解 广东那边气候是比较热的 现在就是比较热 然后它化完盆以后就大了 这种花 您买到的这个是欧月 一般的这种小熊月季 不是玫瑰 玫瑰是那种大老庄的 很少有人养玫瑰的 然后现在就是气温过高 它有点脱水的一个状态 不过影响不大 如果说您有条件的话 可以适当的折扬一下 就是别的那强光的一个猛晒了 就稍微好一些 因为这种从大棚里面 或者从养护基地出来以后 您的那个空气湿度达不到 它就会稍微的发腻 别的那过分腻 腻过头了以后花苞会早卸掉的 别的没啥 您那个浇水也不少 好吗 别的没啥了 光照也挺好的 然后下个话说 我说枫叶的叶子枯了是怎么回事 你像咱们养到的枫叶 您首先要了解 第一点它是喜欢光照 我看了一下 您这个就是缺水 别的没啥毛病 也得浇水 这个花若应该是关注我 有那么一小段时间 你像观众我时间长的话都知道 我说浇水一定要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别天天浇水 好多的花若就不敢浇了 结果就导致了一些干旱 您缺了水也记得浇 要使得去浇 一定要保证什么呢 盆土的排水和透气 这样的话才可以 好吧 别的没啥 像这么说 我的茶花还在长新叶 老叶开始变褐色 你看花油 养茶花就这样子了 新长出来叶子 白白的黄黄的 不是那么绿 这个就是营养不良 在植物上面叫黄化病 在人身上就叫贫血症 老叶子之所以掉 还是由于咱们这个光照 跟咱们这一个气候的原因 您一定要了解什么的 茶花呢 它有个名字叫三茶花 顾名思义长在山上 您从底下往天上看 看到云朵了吗 对看到云朵了对吧 从山上的时候 它就是雾 那种的空气湿度 是很哇塞的 所以说 您这个空气湿度 差那么点意思 您就是拼命的去浇水来补充 那肯定是不够的 好吧 时间长了也会凋液的 现在可以用繁菲水 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 能搬到室外 那种大树底下去养护 更好 周围的空气湿度 越高越哇塞 别的没啥 下个话 有说老花仪 我家葡萄要割屁了 也没看见虫 咋回心啊 我简单的看了一下 这种都是老叶子 出现这个情况 新叶子没有 这个应该是一些病害导致的 如果说家里边有杀菌药 你比方多菌磷 或者是小粉末 或者是小粉药之类的 一些个三座桶 鳄梅磷等等一系列 可以灌根 然后浇水 稍微拿捏一下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怀疑有一些水的 因为看不到盆土 具体不香 别的没啥 适当的来点肥料 葡萄是比较好养的 像在我们山东地区 北方地区地栽最好 盆栽的话差点意思 因为有点限制生长 别的没啥 应该是水大的一个原因 下个话 有说 救救我的绣球啊 突然浇边了 有一天没给它浇水 蔫了 过几天就这样 这就是缺水过度 这个没事 这个没有事 老叶就一片 长势都挺好的 别的没啥 正常养护就行了 下个话 说老花又山东了 你看我这大盐筒咋的了 然后红杆的 需要用什么药吗 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在夏季高温 它就会出现那种状态不好 就跟人一样 中午的时候爱睡一觉 它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喜欢短暂的小休眠 不过也在正常的生长 问题不大 好吧 问题不大 正常养护即可 红杆 你不用观察那么细 这个不影响你开花 也不影响你长叶 也不影响你养花 好了 别的没啥 好的花肉 总是拿个放弹镜去看花 你看我手上这本花 看着健康 你要用放弹镜去看 它也有一些小毛病 没关系的 希望换我们养花的时候 开开心心 不拘小节 我真的欢迎 养花最人意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 嗨 嘿嘿 嘿嘿